外头天气是不是很冷呢 因为现在就是这波寒流 威力最猛的时刻 一直到民间清晨 冷的时间都很长 绝对是要注意保暖了 我们就来看看此时此刻 现在外头的温度如何 其实全台湾都已经冷成一个 这蓝色的冻番薯了 看看来我们现在的台北市呢 是八度 新竹这边七点四度 台中九点三度 都已经到中部这边加异了 十点九度 所以几乎大半个台湾 都是在十度以下 那至于在台南还有高雄 其实也是十二十四度 所以几乎是全台极度 告诉各位今天 在清晨最冷的温度 是出现在新北市的五谷 只有四点七度而已 提醒您 其实在北台湾 今天一整天 大概都是七度左右 跟中部一样 那至于在南部地区 还有在这个中部地区 其实大概也都是 十度上下左右 所以全台湾冷的时间 会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这样子的天气情况 要请您特别注意保暖了 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这一波冷的时间 会非常长 而且接下来不排除 下个礼拜一 还会再有一波寒流来报道 我们来看看温度的表现 其实呢 在今天礼拜五 一直到礼拜六 其实就是寒流发微 威力最强大的时候 那今天是属于 比较湿冷的天气形态 到了入夜之后 慢慢会开始转干 然后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就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但是温度 基本上都是比较低的 北部中部 大概维持的温度 都是在七度左右 南台湾都漫步 大概是九度到十一度 但是空旷地区的话 大概是五度上下而已 所以整个嘉义以北 大概都会是十度左右的 一个天气情况 那来到礼拜日的时候呢 会稍稍有回温 但是呢 到了下个礼拜一 又有一波强冷空气过来 有可能是强烈 大陆冷气潭 或是再强一点 就会变成寒流 而且这个时候 又有机会可以看到下雪了 礼拜天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一 因为这一波冷空气 下来的时候呢 又是带水气的 所以在北部地区 像是两千公尺的高山 像是太平山 拉拉山这一种 中部地区像是荷欢山 又可以有机会 看到下雪的情况了 这一波呢 其实是湿冷的一波寒流 所以包括荷欢山 太平山 就连阳明山 都有出现降雪的情况 那因此呢 气象局也特别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湿冷天气情况之下 像是一些保暖 以及如果使用电暖器 要特别注意 因为全台湾 通通都是在低温特暴的区域当中 二十二个县市呢 长时间都会是比较寒冷的 特别注意到的是橘色的区块 像是非常寒冷的地区 包括北北基 陶竹苗 今天还新增了 像是中部地区 台中 南投 云嘉 以及宜蘭和金门 都会在六度以下 而且像是彰化和花莲 也都是持续 大概是十度左右的低温 那在南台湾 台南高平 还有台东跟外島的澎湖 其实也都是十度左右的温度 所以全台急冻还会持续再冷下期 目前看起来 因为下一波又是强冷空气 所以算一算 到下个礼拜三 还会持续再冷六天的时间 提醒你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有些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要注意保暖了 然后风这几天也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加上强风 再加湿冷 体感温度感受都会比较低 外出的时候也稍微特别要注意一下 头部的保暖 可以戴一个帽子是还蛮适合的 现在其实有很多民众都在高山 说非常开心 已经看到这个银白世界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 在宜兰的太平山 其实昨天晚间就开始下雪了 现在大家在这边还可以打雪仗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周云 好 观众 现在已经到了下午 但是宜兰太平山这边的雪还是非常大 眼前那已经雾茫茫的一片 几乎看不到路 但是呢 还是没有办法把民众的热情给遮盖住 好 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众呢 真的是都相当的热情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妈妈 妈妈你今天是特别带两个小孩 过来这边玩的吗 对啊 对 带他们上来玩 因为他们一直吵着说要看雪 所以就带他们上山 那我们早上四点就出门了 然后我们先住在礁西 然后包车上来 对 那有塞了多久吗 哦 塞了三个小时 从那个入山口到这边 塞了三个多小时 然后好像我看到前面好像有四百多台车吧 对 那现在等了这么久 他上来带小孩这样上来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呢 很开心 因为很难得 而且就是 真的他们盼望很久 看到他们这样子笑就觉得好开心 虽然很累 谢谢妈妈 好 可以听到 就算这个天气非常冷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民众的热情给遮盖住 那现在其实这个体感温度呢 是已经来到了负七度 甚至这个整个温度呢 也是这个负两度 那积雪呢也是来到了五公分 五公分这么深哦 那提醒民众除了这个保暖措施要做好之外呢 这个上山的车辆这个雪地也一定要加装好 否则呢 在这个管制区外头呢 就会被这个管制员员给拦了下来 那么其实也要提醒民众说 其实在今天十二点的时候呢 这个园帮就已经是禁止入园 是为了这个安全的起见了 那么气象局也表示说 其实在今天下午之后 这个水息会比较减少 所以呢如果民众要上山赏雪的话 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 那么以下呢我们现在要掌握到的 请先把时间交换换你主播 好在这个地方的民众也相当兴奋 是阳明山上 小朋友在这边堆起了雪人 还互丢雪球 我们连线给记者两碗鱼 好主播刚刚就下寒流发微 气温相当的低 在阳明山这边呢 也下起了冰线来 还有小朋友呢 是很兴奋的在玩雪球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玩雪球 是玩得相当兴奋哦 弟弟我们来问一下 有没有很长的机会可以看到雪 没有很少机会 因为目前这个冬天已经 已经从以前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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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这个冬天是你第一次就是开始玩雪吗 对 这是我第一次玩雪 那待会还有想要就是堆雪人吗 还是有什么游戏要跟姐姐哥哥玩的 等一下还是想要堆雪人 还有继续揪雪球 我们可以听到的小朋友是相当的兴奋 而且在阳明山这边气温 其实已经来到了零度 那气象局这边是预估 今天都还是会有降雪的几率 不过到明天的话呢 因为好像水气会减少 另外呢气温也会回升 略升个一两度 所以呢可能要 想雪民众呢要把握今天 好 好多民众都上山来追雪了 但是有人在和欢山这边说车子卡住 动弹不得说非常的苦恼 景象也出动加强管制 而另外在宜兰的南山国小校园 说也有白雪覆盖 小朋友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非常兴奋 联系给记者廖伟红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黑色轿车卡在泥中 动弹不得地面随处可见结冰 痕迹 远景后方帮忙推着车尾驾驶 听从口令发动油门 好不容易车子往前滑行 成功脱困 韩六发威持续低温 和欢山降下锐雪 民众涌入山上追雪 山区多处起大物 路面结冰失滑 相关单位加派警力管制 出动挖土机铲除积雪开通道路 为了安全起见 台十四甲县昆阳 以上到大鱼岭 目前规定车辆要加挂雪链 才能行驶 下课时间小朋友开心 打雪仗海拔约一千两百公尺 宜兰南山国小 有线内最高雪府的美名八号 凌晨也一度下雪 操场积雪约一公分 校园屋顶白茫茫一片 虽然校园附近路面结霜 但没有影响交通 学生也都正常上课 小朋友们看到难得雪景 全都乐翻 不过学校也会持续关注下雪量 随时做管制或调整 避免发生危险 以上最新消息 把时间交还给主播